开始整活了 爸爸 干啥 爸爸 干嘛 外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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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外面咋啦 一开门就听见摇我一口在那儿 肯定是后脸皮子又来了 瑶瑶 人家过来蹭两口吃的 你妈暖听干嘛 我怕他俩待会儿真的打起来 就只能爬到屋顶上去劝架 但是后脸皮子还是被气走了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吃没吃到猫粮 所以我就揣了两个罐头出去找他 不过我找了一圈都没有看到他 当时我心里还在想 这后脸皮子现在脸皮薄了呀 怎么骂两句就不好了呢 结果没一会儿我就看见邻居发的视频 原来不是脸皮变薄了 是一家没蹭到就换一家 现在已知的后脸皮子的干饭地点 有我们家 上次两个小姐姐家 几个流浪猫的喂食点 再加上这次的邻居家 怪不得咬我一口骂他骂得那么狠 随便骂 叔叔依依会显碰窝了